下周二就是中秋節了 近來不少知名的餅店又在出現排隊人潮 明明店家八點才開門 但是一走六點多就有人去現場來排隊 那麼業者今年更看著美國的化渣合作 推出了新的禮盒 一度還供不應求 此外也有業者為了修化人流 特地是延長開店時間 一天營業十三個小時 方便民眾才買 店門口拍起長長人融 一路延伸到底還轉彎 一年一度中秋節又要來了 也讓知名餅店在線搶買月餅人潮 民眾一出手就是一大袋 店家光是結帳就有六個人 後方還有十幾個人 有的忙著包裝 有的忙著補貨 儘管哥哥手腳俐落 但還是難消排隊人潮 嚇到 能不能講人比以往多嗎 以往 多 多很多 半小時了才拍 十五公尺的進度 特地從新竹來買的 大概 三十盒左右吧 一兩個小時多要 想說下宜會不會人比較少 結果還是等很久 會在長安東路上的台北禮記 開業破百年 每到農曆八月 就開始出現 大批老饕前來採賣 應景突年 業者還特地合作 美國畫家 推出新禮盒 季節綠豆碰 綠豆小月餅等人氣品項 一度供不應求 推出以後非常的受歡迎 對 甚至還一度差點和直接不上 是有一點點微調 對 但是其實幅度不大 感覺都跟往年差不多 對 甚至時間拉得更長一些 麻煩稍等一下 我先先到年間五號 同樣擠破頭 讓店員還得出來控管人流 這家位在南京東路五端的 價格高病 招牌風力酥不只台灣人愛 就連外國人也搶著當伴手禮 更為了消化購買人潮 宣布到九月十六號 延長營業時間 從早上八點到晚上九點 整整十三個小時 讓民眾買好買滿 要買袋子嗎 小小店面滿滿都是人 各個出來都是一搭袋 來到新北市板 教這家小攀蛋糕房 靠著風力酥打響名號 就算平日也同樣搭牌長榮 儘管面對原物料成本增加 各家業者相比去年都有調漲 平均落在3%到5% 但為了應景過中秋 民眾似乎買氣不見 記者 彭教授知書 參謀大奧 而也就是因為在中秋節 前期很多人忙著要送禮傳新意 因此店家忙著出貨 這郵局人員也是要忙著來配送 以高雄這全區的郵局為例 平常貨運量大約是八千件 但是到了中秋節前 來到了一萬三千件左右 貨運量是多了七到八成 其中民眾的禮盒第一名是文旦 其次是月餅 也有人想要跟人送的不一樣 走的是高端路線 買空運來台的澀香葡萄 水蜜桃送人 那全部都給你了 客人來水果行 拿事先預定的澀香葡萄 員工忙不停 處理空運來台的高端水果 因為中秋節快到 不少客戶搶著訂購 有的批發的話 都是整箱整箱算的 如果算建樹的話 大概都六七百左右 金黃色水蜜桃 山形現產的 還有一盒兩千二 日本長野縣的水蜜桃 另外山梨縣澀香葡萄 甘山現產 秦王葡萄 也都是人氣王 高端顧客特別喜歡買來送禮 不只店家忙出貨 每年到了這個時候 忙半天的還有郵政人員 你們這邊幾點開始弄了 文旦最多 就是送禮 就是幾乎多 都是文旦比較多 一箱箱包裹禮殼 等著油務人員分類發送 油務室把東西搬上車 整部車都被疊滿貨物 連副駕駛座都變成載貨區 可見中秋送禮量之金圓 高雄油局這邊最主要就是在遞送 以文旦為主 那這個可能因為文旦的部分 那也比較應景 那當然其實就是屬於月餅的部分 中秋節前兩個禮拜 民眾開始寄禮品 以高雄全區為例 平常貨運量八千件 中秋節前來到了一萬三千件左右 量多了七八成 油務人員只好管制休假 希望禮盒早點送到民眾手中 讓中秋祝福早點送達 記者洪榮斌许稱為SNG小組高雄報導